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天宣布 恐怖组织IS伊斯兰国的最高领袖巴格达迪已经身亡 还形容他死得像狗一样像个胆小鬼 那这个恶名昭彰的巴格达迪 他死的最后一刻到底经历过了什么 是真的像特朗普口中所说的 整个过程就像是看电影一样吗 美国国防部昨天召开记者会 首次公布美军歼灭巴格达迪行动的照片和影片 基尼部透露他死亡的情况 从美国国防部公开的影片显示 在IS伊斯兰国首脑巴格达迪临死前 IS武装分子向美军直升机开火 而美军也不甘示弱地缓击 在另一段影片中 美军特种部队向巴格达迪藏的屋子前进 而军用直升机随后也给予支援 向地面的屋子发射导弹 冒出滚滚冷烟 美国中央战队司令麦可西形容 巴格达迪逆藏的屋子已经一一为品地 针对特朗普早前指 巴格达迪死之前不断地奔跑哭泣 非常的狼狈 麦可西则表示 他们无法确定巴格达迪死前做了什么 麦可西也透露 美军把巴格达迪的遗体送往基地 进行DNA 脱氧核糖核酸对比确认之后 已经在24小时内为它举行海葬 我会来说 一个人看吗 在9个月之后 我会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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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